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全球除了中国印度以外的申请人 现在EBY有排期 而NIW没有排期 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以后 中国排期的形式 因为涉及到剩余名额的分配 然后比如说像EB5投资移民 大家知道要花很多钱 还要等很多时间 很长的时间 相应的NIW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不仅仅限于科研人员 你不一定非要是一个科学家 做这个纯粹的科学研究 如果是在商业方面 艺术方面 以及其他的文化 金融 管理 工程师 医生 像这些背景的呢 我们都有NIW的批准案例 就像这样的背景呢 只要你在本领域有成果 都有可能申请 所以适用面比较广了 第二点呢 大家知道 NIW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批准 所以这是一个机会窗口 是一个机遇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大家知道 来自印度的程序员 这样的人很多 对吧 经常有人替他们操心 替他们算 说哎呀 你这样排期 说不定要好几十年 是吧 也排不到 怎么办呢 人家印度申请人 并没有放弃 人家首先想到各种补丁 签证可以延期 配偶可以工作 然后还在积极推动法案 说让美国政府 比如说改变名额的分配 或者呢 也许将来有可能增加名额 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相比之下 中国的申请人 这个排期时间 还是很短的 NIW目前三年左右 还是需要抓住 这个机遇窗口 接下来呢 一个重要的一点呢 NIW的规定和要求 批准的条件 相对来说 比较清晰明确具体 便于申请人来准备 尤其呢是在2016年底 出了NIW的新标准以后 相比之下呢 比如说EB1A 结出人才 需要三项条件满足 但是这只是必要条件 不是说满足了三项条件 EB1A就能批准 大家知道呢 有一个叫两步法 总体评估 看申请人是否在 top small percentage 换句话说呢 是否足够的结出 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的判断 没有清楚的客观标准 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类似的呢 比如说 说对申请人 在本领域有重大贡献 那么什么叫重大 这个呢 也是一个主观的评判 还有一点原因呢 是有一些申请人吧 在提交了申请 收到了RFE 或者NYD以后呢 比较紧张 希望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看我怎样能够更好的 补充材料啊 补充证据啊 怎样准备 才能满足移民局的邀请 这个呢 我们的建议呢 这个回复啊 以及申请整个的准备 Petition Letter也罢 推荐信也罢 然后回复也罢 这个呢 不在于长 不在于特别多 这个呢 不见得要面面俱到 如果你写的很多 材料很多呢 有的时候反而会 冲淡了这个重点 最近有的客户 有比如说三篇文章 十几次引用 我们给他准备的 关于NIW申请呢 不到10页 突出了重点 然后呢 也顺利的得到了批准 那么 接下来呢 根据来自美国移民局的文件 和很多批准案例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NIW批准的要求 大家知道呢 法律文字 往往有比较简洁 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一定程度上 你可以参考 比如像招聘广告 上面说啊 你要熟练掌握某个技术 有什么技能 要符合什么条件 另外呢 分开看 每个字词都认得 但是合起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标准的 是吧 要具体掌握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孔子住的春秋 叫威严大义 什么意思呢 全文 一万多字 讲了两百多年 各个诸侯国的复杂的历史 所以呢 像这个关公啊 经常晚上就仔细阅读 另外也有很多人 对这个春秋有注视 比如叫春秋三传啊 有公养传 古良传 还有祖传 是吧 类似的呢 对于景洁 惊威的这个法律用词 然后呢 有相应的要这个定义啊 怎样来解释啊 在这一方面 所以呢 比如对于NIW 在移民法 只有很短的一两句话 来解释 具体的这个标准 怎样执行 我们根据来自移民局的文件 和我们处理的众多案例 那就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那么首先呢 有一个学历要求 这个呢 有三种选项 第一种呢 是最常见的 就是说呢 比如申请人有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或者都可以 那么如果博士还没有毕业呢 那也有可能从学校 或者导师那里取得文件 我自己呢 就有这样的经历 我是在博士毕业以前 申请人NIW 然后得到批准的 如果申请人啊 是已经有硕士学位 或者博士再读 那么可以用以上的办法 如果没有呢 那么本科 加上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也可以符合要求 比如我们有的客户 在本科毕业以后呢 在实验室做技术员 有一些作为共同作者 发表的文章 然后呢 申请了NIW 也得到批准 或者呢 如果不是学术领域的呀 没有本科学位呀 是否能够申请呢 也有可能 这个要求呢 叫Exceptional Ability 比如可以翻译成优秀人才 或者有特别能力 比如说 如果你符合一些条件 在本领域有执照 有证书 有十年以上的经验 专业协会的成员 有推荐信 或者呢 其他同行同业的背书 或者有高收入等等 这个也可能符合要求 是对学历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呢 要求申请人 这个计划 在美国从事 对于美国国家利益 有好处的工作 我们知道呢 NIW的标准 Meter of the NASA 是2016年底通过的 这里面呢 提出要有3プロス 这个呢 是firstプロス 申请人的工作 尤其是目前 或者将来的工作项 不是过去的 需要有substantial merit 就是说要有相当的价值 全国范围 这个呢 不是空话 目前看来 对于渔民局决定 是否批准的IW 很重要 比如说 申请人计划 投资美国 创造工作机会 目前在做的 新的科研项目 或者说 在社会 艺术 文化 经济 领域的贡献 这些呢 都可以 我过去呢 曾经是专利律师 专利界呢 有一句话叫 Under the sun Made by men 太阳之下 人做的呢 都有可能 得到专利 那么借用在这里呢 那么各行各业 各种背景 只要足够的优秀 突出 都有可能 获得 NIW的批准 那么 在这里呢 需要申请人 具体的描述清楚 说 你计划做什么工作 如果笼统的说 我要做科研工作 比如说 生物科研 计算机科学 纳米研究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讲的更具体 你要做什么样的项 这个具体工作 对于美国的好处 在哪里 那么 怎样具体描述呢 比如说 工作项目的范围 为什么重要 有哪些人 对这个工作感兴趣 或者是利益相关方 你计划 怎样来完成 这个工作 不要把计划 和项目的重要性 与优点 与申请人本人的资质 成就来混淆 这两者呢 不能互相替代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杨振宁教授 成就 没得说 但是呢 都是过去的成就 比如现在呢 在清华大学 休养 是吧 也教这个 本科的课程 那么这个呢 它可能没有 新的科研计划 项目 说对于美国有利 那么可能就 不符合NiW 这一点的要求 当然了 可能符合EB1 杰出人才的要求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里有 NiW和EB1的 一个区别 更强调说 你正在做的 或者计划中的 这个工作的重要性 然后呢 那你这个工作 需要有相关的证据 不能仅仅 自己的口说 是吧 也不能仅仅 说这个背景 说比如 我要做癌症研究 很重要 是吧 你要提供 相应的证据 好 那我们在这里 先讲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在另一个视频 再继续讲